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系列的视频的时候比较方便一点 我觉得大家这个建议还是非常有道理的 所以我就数了一下我们神奇宝贝到现在应该是第29期了 所以这一期我们作为神奇宝贝的第29期 以后我们会把其他的比如圆满生存或者红石 就按照分类来分 然后重新编一下这个级数 所以大家跟前面的级数可能有点对不上 好 我们今天还是在上次发现道馆的村庄 刚才我发现这有好多的丰素狗 这个Teddy已经抓了一个丰素狗进化成疾风狗了 所以我也想抓一个 只有这么低级别的丰素狗了吗 哪去了 这一会儿会儿功夫丰素狗全部刷没了 光顾着跟大家 这有一个 点到为止 这级别低应该一下就抓到了 高级球 好的 回头我也给他弄成这个丰素狗 这样我们就有两个丰素狗了 一人骑一个非常的帅 好的那上一次我们在这刷出了一个河里的 不是一个了 大家说我还漏掉了一个 总共刷出了四个神兽 我只看到了一个 说这个河里面的神兽叫做 这是个什么 河里面那个神兽叫做三圣姑 特别小不太容易发现 穿山鼠 对了我们应该多打boss 多打那种高级别的boss 说不定刷到大石球之后 再打这个再抓来神兽就比较容易了 土狼犬 好那我先回去 我把我的卡地狗换出来 开始升级的了 我TP一下家里 好然后我来换一下 我们来换一下 呃 带克兽先下吧 带克兽换成这个卡地狗 我来升一下我的卡地狗 那卡地狗首发 这样一来他这个 对正好我们去海上战斗平台吧 现在吃的特别少 现在我们把这个难度调出来之后 经常会这个缺少吃的 所以我们去海上战斗平台比较好 哎呦 海上战斗平台的话不太适合带�蜴王是吧 蜴王是这个 不对 草系是磕水系的 对草系是磕水系的 那我应该带蜴王去啊 哎呀太棒了 那好 那我们去海上战斗平台刷点食物啊 走 来喽 好久没在这刷了 你们还好吗 现在调高了这个神兽的刷新率 说不定我们很快就可以在这遇到神兽了 哦 不过我们遇到的还是神呆可兽 比较多一点 走你啊 好了 卡地狗已经生了 帮助 被帮助的宝可梦 其招式威力变得比平常大 好吧 我先不要这个吧 那我们还是不要蜴蜴王了 蜴蜴王打的并不快 他没有水系的 没有那个草系的招 哦不对 他的吸取不是草系的招吗 超级吸取就完事了 哇 果然很磕他 好 夜刃 拿掉他 夜刃 夜刃也不错 好了 等我飞到雪 我就超级吸取 夜刃 好 我可以吸一下了 看我怎么吸满 吸满 耶 不错 哦 Ocean地形 刷神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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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难道在海下 在水下 在水下 我会很难发现他的 等我用喷火龙碎一下看看吧 他会不会在那些小岛上 没在这平台上是吧 平台上这些 这些我好像都见过 没在这平台上 肯定刷在某一个海底或者是 这个小岛上了 我在附近小岛转转啊 海洋刷的神兽了 是谁呢 他不要在水底吧 在水底我怎么怎么找到他 哎 这有个球 这个球 拿上 迷之果啊 得了一个 海底的话肯定找不着 尤其是我们这个 没有装什么材质包 这个水不透明 Ocean 不对 这个地形应该不是Ocean 你看啊 这个地形是 沙漠 所以Ocean只能是那个什么 只能是这个岛屿和这个战斗平台 水里的呢 我下去看看 下去看看 哇什么都看不见 你要不要浮上来啊神兽 神兽 请你浮出水面吧 卡地狗又升级了 火焰轮 火焰轮不算是吧 可以替代火花 哇你们在水下吗 哎 完了怎么换成卡地狗了 卡地狗要死了 啊 卡地狗死了 超级西局 哇 48级的还是很猛的 虽然我也48级了 48级 48级 48级的对决 全部获取 嘿 不过这会儿应该刷霉了吧 哦对那个海上神庙 大家说那个上次我是走到他底部去了 走到他底部 当然就找不着他了 这个小岛应该是Ocean地形吧 地形 哎 beach 海滩 这是海滩地形 海滩地形也不行 那他肯定在水下了 我又回来了 开刷 开刷吧 开刷吧 哇 哇 神兽 这肯定是神兽 63级不是神兽 这是什么呀 哦 这是那个半神兽是不是 叫什么哈 什么快龙来着 你快龙果然是快龙耶 找到一个快龙 不过他63级啊 哎呀 我得小心一点啊 先喷火龙打吧 哇 我要抓这个快龙 哇 果然他水系的我打不动 他打我肯定很厉害 他电磁波 我快龙快龙 呃 翅膀扇怎么样 我看看 翅膀扇效果还好一点 他止麻痹我不打我哎 那继续扇 哎呦我忘了麦嘎进化了 我来麦嘎进化一个 哦不不不不能再麦嘎进化了 麦嘎进化弄死他了怎么办 我进化一个用龙之怒不就行了 龙之怒进化 怎么没了呢 哦在这在这在这 打了吗 打了吗他使用了瞪眼 我龙之怒 哦 已经很危险了 我只能再轻轻的戳他一下 我再用龙之怒他会不会死啊 哎呀但是如果现在换猫幼斩的话 猫幼斩我估计扛不住吧 猫幼斩 哎还行 还行哎 点到为止 点到为止 他高速移动 哦好可 红了红了红了 来 高击球 抓住他抓住他快龙 抓住他 谁在推我 挣脱了 啊 挣脱了是吧 挣脱了是吧 高击球 一定要抓住他 啊又挣脱了 猫幼斩快死了 我的猫幼斩呢 不过他已经完成任务了 他把他给打残了 这时候我绝对不要换出杀鸡拉来就行了 不是班鸡拉来就行了 高击球 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 又挣脱了 哇这个家伙跟神兽一样难抓呀 哎我这时候应该可以用一下我的计时球了 计时球已经回合数不少了 好像大于三回合就可以有提高的是吧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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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龙 来吧 耶 抓到了 哎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说抓住他抓住他就抓不住 我说来吧他就抓住了 好我以后就喊来吧来吧来吧 耶 好的升级了 好我们赶紧回去把快龙换出来吧 卡蒂狗我线下声吧 有不 卡蒂狗线下声吧 好看看我们有没有抓到一个特别牛的快龙 技能 高速移动 是吧 提升自己的速度 然后这个呢 龙之怒 他有龙之怒 嗯 然后 他是龙系和飞行系 他没有水系啊 他刷在海上居然没有水系 哈 电磁波 让对手麻痹 瞪眼 哇他现在没有好招数啊 完了 这这没有可以用的招啊 只有一个龙之怒 只有一个龙之怒是攻击技能 那有什么用啊 急躁的 哎呀这个快龙不好啊 没有什么技能 算我还是先把它放在家里面 回头我要能找到那个技能学习师的话 我就可以来试一下了 卡地狗手发 好我们还是再去那边啊 看看能不能再刷一个技能好一点的 这个快龙 哎这个小鸡还在啊 我tb走他居然没刷没 走 好再刷一个这个 属性好一点的快龙给我 来不来不快龙快龙 哦什么玩意乱七八糟的 都是老熟人的 好的换人嗯 用希望 专克水 哇 我不是克水系的吧 超级吸取 我也不是好惹的 哦 他毕竟武士一级啊 超级吸取 我也不是好惹的 哎这次没怎么吸动呢 虽然吸死了 但是没怎么回血 卡地狗又生了 哎全部获取 哎 然后呢 然后呢 你们好 44级的呆壳兽 我要爆音怪出来爽一下吧 专克水系20年是吧 爆音波 哇塞 还是厉害 然后再弄个别的剧情了 才大 哎不对他回 他回血了 我没看见 猜他 猜死了 哦 又一个美丽空壳 这全部获取 这都是食物 嗯 超级吸取 哇直接吸死了 太棒了 卡地狗又生 起死回生 哇 啊 这招那个谁 Teddy的那个 帕比 Teddy的帕比 Teddy的那个疾风狗 有这招 有一次打我老狠了 自己HP越少 招式威力越大 我可以用他换掉 对幽灵某个没有招式 以及什么率高的对手 使用后变得能够打中 哦 这个还是可以留一留的 万一对到那个幽灵系 鬼系什么的 我可以用这个侦测一下 吼叫没用吧 啊 如果放走对手 强制拉后背鲍格蒙上场 如果对手为野生鲍格蒙 战斗将直接结束 哦 这个就相当于 把对手给吓跑了 这个这个没有 这个换掉 全部获取 哇 我储备了好多食物啊 这下 哎 全是呆咳兽的 呦呦呦 呆咳兽和乔龙虾比较多 蜥蜴王 这简直就是蜥蜴王升级的天堂啊 吸两下可以死 哎呀 用不了了 叶刃 砍死 叶刃也是草系的 好 20级卡地狗 全部获取 那有个大条龙虾 哎 反正远了 扔远了 回收 条龙呀 好 就是你 蜥蜴王 超级吸血 哇 我吸满 他死了 这个结局 太圆满了 40级 条龙虾 蜴王 他先打我一下 没关系 因为我可以马上吸回来 用叶刃 好 21级卡地狗 哦 又学了火焰牙 啊 这个是火焰轮 这个是火焰牙 咬住 咬住 是 60 这是65 秋月侦测 我想留 那就换咬住吧 好的 全部获取 诶 带克兽 别跑 带克兽 哇 蜥蜴王今天升个爽 还用着治愈波动 是吧 那我先用叶刃吧 因为我的血是满的 用吸取有点浪费 哦 这个时候用个电光一闪就行 哦 没闪死 再闪一下 闪死了 全部获取 又49级了 来 蜥蜴王 哎 来来来 蜥蜴王 啊 叶刃 哦 这次打了不多 他级别比较高 叶刃 再打我 哎 还不打我 不打我我就不吸了 再叶刃 啊 他回血了 哎呀 超级吸局 别回啊 别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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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级吸局 终于弄死他了 他这个回血也挺麻烦的 卡帝狗又生了 全部获取 刷点什么呗 快龙之类的 这级别还不低呢 来吧 战斗 不不不不不 卡帝狗战斗可不行 蜥蜴王 蜥蜴王技能点一会全部用光了 叶刃 哇 秒杀 哇 这个叶刃打条龙虾非常好用 猛撞 哇 自己说会受到反伤 但是90的攻击力 是我目前为止 最牛的 我要不 踢掉气味侦测吧 我打幽灵系的 我就换人 不就完事了吗 神兽出现在Ocean 再没在平台 又没在平台 oh no 哎呀 这个情况啊 神兽又没出现在平台 他不出在平台 我很难找 哎呀呀呀呀 好愚笨啊 你在水下Ocean 神兽 你个头大不大呀 你要是个头不大的话 我这死活找不着了 完全小岛是不是Ocean地形 小岛是beach 不行 那他只能在水里 或者我的战斗平台 没在战斗平台 就只能在水里 oh no 这样岂不是很难找 哇 至少你个头得有 得有那个 他这样有拉普拉斯那么大 我可能就能找着他 哈 大家都是怎么找到这个 海里的神兽的 对 不管是河里的这个神兽 还是海里的神兽 我们都需要一个 可以让我们的视野 水下视野变得很好的光影 或者 或者是 哦 那个什么不是挺好吗 我记得那个 舒服细致材质包 会让这个水下视野变得很好 我来我来试试啊 舒服细致的 啊 没在这里面 这是用的那个专用的那个登录器 所以没有 提币回去 提币回去制一个 然后让这个清空 哎 这小鸡还在 我天 他会不会永远不会刷 会不会是这个模组里没有的生物 他就永远不会刷霉啊 我拿点方块把它堵起来吧 我拿点方块把它堵起来 看看他会不会永远 在这 不刷掉 我来看看啊 把他给关在这里面 哈哈哈哈 把他关在里面 下次我看他还在不在 出不来了吧 很好 你在那吧 我支过来吧 我们又支一遍 好 把一个小鸡关在这了 哎哎哎呀 闷死他了要 no 啊 闷死了 为什么啊 为什么你要把头伸到木头里 木头很硬的 哎 有没有boss喷火龙 我们得赶紧攒大石球 不是攒大石球 能有一个就不错了 还说攒呢 我记得我们以前经常喷到高级别的喷火龙 现在并不多见 好我再去海上战斗瓶来 给我刷一波新的啊 这波新的里面我希望有快龙 快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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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我一帮螃蟹 螃蟹 我全是螃蟹 我刷了螃蟹大家 我这个大石球这么小个还45级呢 再刷点 再刷点 哦 水剑龟 这个我今天有过水剑龟 但是水剑龟也没有好的招数 所以我一直没用 蜥蜴王跟水剑龟较量一下吧 你们俩都是这种 可以选的宝格梦是吧 超级西局 还是蜥蜴王要牛一点 超级西局 好我再用一招 如果能给你打残血我就我就来抓你 哎可以了 我再抓一个吧 啊抓一个 高级熊 再抓一个水剑龟 看他有什么招 水剑龟抓住你抓住你 对 哦不对不能说抓住你 得说那个什么是吧 得说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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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剑龟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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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挣脱了 好 我在最后一个球啊 抓不住就算了 来吧来吧 水剑龟 来吧来吧 水剑龟 来吧来吧 水剑龟 来吧 又挣脱了 那我就打死你吧 既然这样 我就打死你吧 好的 又赢得战斗 这全扔掉吧 对啊 扔掉 哇 刷了一堆没用的 这些只能变成经验 并不能变成我的宝可梦啊 好吧大家 那我们今天这期先录到这吧 今天我们抓住了一个快龙 但是很可惜 他没有什么 比较像样的招式啊 回头我们看看 能不能遇到一个 那个技能回忆学习师 呃 就可以给他学一点 比较好用的招式了 还有 对 还有那个 可以买那个学习技能的CD是吧 可以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呃 然后就是刷了这海洋的神兽 刷了两次 还是三次啊 反正我看见了两次 说不定大家又说我漏过了 呃 刷了两次啊 但是并没有找到他呀 我得找一个水下能看得清楚的 这样的 这样的材质包啊 或者光影才行啊 大家如果有水下这个特别清楚的那种推荐的话 可以推荐一下啊 我来尝试一下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